現在會說一下Book 2 的Trader 15 手機器 一開始就會說說這隻神森台 除了台上的電腦外 其實很多物品都需要有電腦 所以那些物品牽涉到一些運算 其實通常裏面都會有些 我們叫做Microcontroller 又或者是電腦在裏面都不定 那譬如有一件事 在汽車上面一個很安全的系統叫Airbag 那當遇到緊急殺制 再繼而撞擊的時候 那些安全器袋會自動爆出來 那它是用什麼去控制著它 什麼時候爆的呢 那就是裏面 這些都是一些很微型的電腦 就放在車裡面 那現在的電動汽車 本身的電腦系統更加複雜 它甚至乎是幫助你 可以做到自動駕駛 那下一件事我們就會說一下 就是第15.1 這裡開始說的就是 怎樣去classify 電腦 那其實來去都只有幾隻 就是personal computer, ringframe, super computer 那就是根據他們的computational power 其實 personal computer有好幾種 那就是desktop 那也都有你家用的notebook 那些 那在desktop裡面會有一些白色的slot 那些slot叫PCI 那有時候有些slot 就是另一種形式的 那不是白色的 那些叫做enhanced PCI的slot 我們叫這些可以插到卡的slot 叫做expansion slot 那expansion slot 的作用就是增加你電腦的功能 其實 空間上面有很多種的卡 包括了Display Card, Sound Card, TV Tuner 甚至是Label Interface Card 那不過呢 Display Card, Sound Card和Label Interface Card 大部分的Metherboard都已經onboard了 那就是說呢 你也是不需要特意去買這三張卡的 那就 除非你覺得那三隻onboard的卡 你覺得不滿意 表現不滿意 表現不滿意 那 performance不滿意 透過BIOS去Disable 那再另外裝另一些東西 就另外裝另一些東西 或者自己買一張卡 那這裡留意的就是一些單位 那CPU我們通常用的單位就是 Machine Cycle那個速度 那就是用Herts的做單位 那Memory呢 通常是以它那個 Storage Capacity做單位 所以就用Byte做單位 那就 Herts也是一樣 以Byte做單位 那而Display Card呢 那就 它裡面都有些叫Video Memory 所以它都會用Byte做單位 那當然 還要看它支援哪一種Display的制式 那現在普遍電腦呢 都會支援DVI的制式 那 漸漸都會有更多的制式 譬如HDMI 那樣 Soundcard呢 你見到這裡24bit Audio 其實這裡是說bit resolution 那當然也要說說它有多少channel 那些 那其他呢 那我們就不多說了 那一部電腦的背後面呢 通常有很多這些柵位 那就 由上面 講下去 那上面這個插入位呢 其實就是 我們叫做phone jack phone jack 那 那就 不同顏色有不同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 那這個供應了 那就 藍色的就是Line-in 綠色就是For Speaker 那麥克風就是粉紅色的 而Ethernet port呢 即是插入RJ45 那就是 這個位 那下面有兩個USB 那通常這兩個USB位呢 就可以插 Mouse 和Keyboard 那除了之外呢 有這個VGA port VGA port就是插 你的Display Unit 那些電腦已經沒有了 那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來自 現在的電腦本身 它 都不需要用Pray-Lel port 這個Pray-Lel port 已經是很久之前的東西了 通常呢 要是插就是Printer 的 C-O-Port呢 以前也是插Modem 所以呢 其實Pray-Lel port 和C-O-Port 有時候電腦已經沒有提供了 那被什麼所取代呢 就是被USB Port 取代了 所以現在的電腦 背後面通常都很多USB Port 那另外呢 舊式的Keyboard Mouse 都會用PS2的Port 那值得留意的就是 不同顏色負責不同的東西 那綠色的就是Mouse 那紫色的就是Keyboard 那在這裡呢 可以看到有四個位置 那這四個呢 其實就是那些Expansion Slot 你插了卡之後呢 會在後面背部 凸出來的位置 可以讓你插一些Peripheral 跟著就是Word Station 其實Word Station是什麼呢 我們要有一個概念呢 就是我們當 我們會有一個Server Server就負責 服侍一些Word Station 所以為什麼叫Server呢 因為它會Serve別人 所以很多Word Station 就會搭到Server裡 傳取資料 那所以那些 接駁到Server的電腦 我們就叫做Word Station 那這裡呢 不多說了 這些都是Devord Station 的Specification 那接著就說了 Notebook Notebook最主要講求就是 Mobility 那一說到Mobility 就一定說到Battery 這件事的 還有Vilex Quantity Light Rate 那這些都是 Notebook的Computer 要講的東西 那這個也是Specification 就是For Notebook 那這個也不多說了 那這個表呢 可以大家看看 那 不過呢我相信呢 以大家平時用電腦的情況 其實都不需要特地去看的了 Personal Computer 其實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Handheld Computer Handheld Computer 就是一些Mobile Device 它比起Laptop 會再小一點 因為它通常就是Mobile Phone 那它的輸入方法呢 就因為想再小一點 所以它通常用Touch Screen 代替了Input Device 或者Keyboard 或者Mose 如果你要寫字 通常會加多個Stylus 給你 那有些PDA 甚至會支援 Voice Recognition System 譬如iPhone的Siri 那些 那些 不需要留意的就是 我們現在的Point of Sale 就是Point of Sale 都會用一些電腦 不過那些電腦 並非是整部的電腦 它是一個Terminal Terminal的作用就是 它是一個 你當是一個輸入或輸出的裝置 它就會去伺服器 然後傳取資料 譬如我想 我用Point of Sale 一件貨品 我用Point of Sale 一件貨品 它就會透過Terminal 走到伺服器 去看看這件貨品的價錢 那伺服器就會 傳送貨品價錢 去到Point of Sale 在Point of Sale 而它可以推 這個循環不適的過程 就是這樣做 到最後 它會計算總數 計算總數 未必是Terminal做的 有時是伺服器 可以幫你做買的 所以Terminal的作用 只一個是 做Input和Output 好了 Main Frame Main Frame 就是一些比較強勁的電腦 通常要整個房間 去招呼它 裡面有好幾百部電腦 而當然有這麼多部電腦 一定會生產很大的熱量 所以這些電腦要保持在 一個很低溫的環境 當然不是很低溫 起碼不會使到電腦會很熱 所以那個溫度控制很好 除了之外 Humidity和Security都要很好 始終裡面都是負責一些敏感資料 所以Security是很需要做得好 所以我們叫做Server Room Server Room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進入 下一個就是Super Computer Super Computer 就比起剛才的電腦更加厲害了 Super Computer 裡面 擁有1000個Processor 也因為有1000個Processor 它會生產很多的效果 所以它的記憶也需要很多 你看到這裡也有40T 除此之外 因為它擁有這麼多的Complicator Calculation 所以它的CPU運作通常都很高 也會生產很大的熱量 所以它需要在溫度控制方面 要很小心 那Security當然也要 因為它都是處理敏感資料 通常都是 那更加是 就是要很小心那個Power Supplier 即是一旦沒有電 通常它裡面都會有一個 Back-up的Battery 我們叫做UPS 去使用這些server 在沒有電的環境下 起碼都可以關掉 使用這些資料不會因為沒有電而沒有了 任務電腦可以在足夠時間內關機 那在哪裡會有這些Super Computer 在香港就是天文台 那這裡有個比較表 大家可以作為參考 那這裡我們都留得提到 就是一個電腦系統 可以給Single User 那當然要配合它的Operning System 那Multi User就是多於一個用戶可以使用 通常這些就是server 那server通常同一時間會有很多人Lockin 那就是需要配備一個Multi User System 那而通常這些server 可以同時間招呼這麼多人 並非是真的同時間的 只一個它做了一樣東西叫做Timesharing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可能0.001秒就Serve UseA這樣 那下一個0.001秒就Serve 就是UseA游出去推 那這麼短時間 就普通人不發覺的 那所以你會感覺到 好像電腦可以Serve到這麼多人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它做了一樣東西叫做Timesharing Batch Processing 其實是一個系統它可以定時定後 Generate這些result 那它就不會次次Generate 它會集齊所有的Data之後 就一次過Generate 那譬如甚麼呢 譬如大家的 Report Card Report Card 它不會是 每次測完檢驗都馬上會 給個result 譬如說你現在這一年 是排名多少 是不會這樣做的 它會搜集了所有 那麼多科學資料 那麼多次測驗 那麼多次考試之後 就出一個年中的Report Card 除此之外呢 就是你的水費單 電費單 它不會即時會給個 你現在要給多少錢的 而是每個月 或者是每兩個月計 去給你一張月結單 那這種的 Batch Processing 的做法呢 其實呢 它的作用是甚麼呢 就是想使用電腦的 那個Idle Time 去Minimize 那因為呢 譬如我們 最不常用電腦的情況 是甚麼時候呢 就是通常呢 我們晚上的時候 最不常用了 那個時候呢 最好就是做一些 Batch Processing 的事情 因為電腦 可以用完所有資源 在Batch Processing 這個過程裏面 所以通常呢 我們晚上的 伺服器 是做些甚麼呢 就是File Backup 就是最常見的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不會影響 平時的運作 那譬如啦 我們幻想一下 如果我們 日間去做File Backup 但是大家呢 就在進入電腦 那就是阻礙電腦 去做正常輸入的工作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如果把這些 Batch Processing 的東西 放在 沒有那麼需要用電腦的時間裏面呢 就不會影響平時 我們用電腦的運作了 接著講到 Wheel Turn Processing Wheel Turn Processing Wheel Turn Processing 官員司2 即是即時處理 那譬如啦 甚麼會即時處理呢 譬如 駕駛飛機 你不會等 等慢慢來處理的嘛 你會即時去處理的 那這個做法呢 通常要配合一些 的 系統 是個 Processing Power 挺高的 那除此之外 因為 Processing Power 高 會經營很多 所以它的 記憶都要很大 才可以 那所以 通常這些系統 在當運作的時候 它的 活動都會很大 而且因為它要很短時間 要做出一個反應 那譬如甚麼呢 譬如 Automatic Technology Machine 就是啦 那 ATM 那 強烈所說 Aerospace System 也是啦 甚至乎 軍事系統也是啦 Wheel Turn Processing 因為 有時候 它都會牽涉一些 很特別的硬件預件 因為它的反應又很快 那除此之外 就是 它要防止 就是一旦 關機 即是突然間沒有電 那它要隨時 要做一樣東西 叫做Fort Recovery 那 所以 它通常的硬件要求都很高 那 除此之外 就是它 一定要經常 backup 它自己的Data 因為 這些Data 經常變 接著 就講講 Online Interactive Systems 那是什麼呢 就是 譬如 Database 如果你不明白什麼Data Base 至少你明白一件事 就叫做Yahoo Yahoo 我們不可以打Keywords 跟著搜尋到很多的 相關的Web site 這個是來自Data Base 它的好處就是 你輸入東西 它會有即時的反應 這個就是Data Base 所做出來的Online Interactive System 其中一個例子 接著我們會講一下 一樣東西叫做 Parallel Processing System Parallel Processing System 就是 之前那個篇章我們講過的 通常是應付 通常是為了 一個電腦系統 它裡面有很多個 很多粒CPU 而設的 那很多粒CPU 你要使用這麼多粒CPU 都可以平衡運作 去發揮它們的鎖場 就一定要配備一個 Parallel Processing System 才可以做到 那它的Operating System 都可以處理到 Parallel Processing的能力 那最常見的就是 現在大家家裡的電腦 可能都會有的 就是Quad Core的情況 那你都要配備一個 Operating System 可以處理到 Parallel Processing 它才可以發揮到 Quad Core的能力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同一時間 可以Multi-Task 去做事 同一時間 這個真的 就不像 Timesharing 那 一個Single Job 它可以 是會 由很多粒Processor 去負責 所以它會產生 有很多的 Process 接著我們講一下 那個 Digital Builded Processing System 這個System 比較有趣 就是 它將一個很大的Task 斬件 斬了很小的Task 給不同區域的電腦使用 那不同區域的電腦 幫它手 運算完之後 將這些Task 運算完之後 就會 將結果 發放給 原本的電腦 就集齊了 所有的result 這個就好像 什麼呢 就好像 將一件 工作分散 給很多人做 那些人做完之後 就將那些結果 送回給你 那樣的 原理是 那當然 這個做法 就需要 有一個很龐大的 Computer Network 那這個龐大的 Computer Network 就是Internet 那所以 它需要的resources 都是 更加 efficient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不是很多resources 它的責任就是 斬件發放給別人 那所有的resources 都其實已經 給了其他機器去處理 那所以 它通常可以發揮到 Better Computational Performance 那因為你原本的電腦 已經將那些工作 放了給別人 那所以你原本的電腦 的負擔就不多了 那當然 一定要 就是 當然 它的好處就是 More Thought Tolerance 因為 就算別人的電腦 做壞了的 你也有其他電腦 幫你去處理 你斬了件的工作 就好像 你有一個 僱員 病了 那你可以找別人 去取代他的工作 即是 原理就是這樣 那麼 More Cost Effective 也是 因為 你 你把所有工作 給了別人 做嘛 那所以呢 其他人 你把你自己的Course 就送給其他人了 那所以 相對於你 那個Course Effective 就很好了 那 除了之外 就是這個 可以Scalable 除了之外 就是那個Scalable的問題 那 今天的工作 我發放給10部電腦做 明天可以給20部也可以的 甚至有30部 甚至有40部 很多部也可以的 那所以呢 其實那個 Drop 是可以分給很多很多 不同的User 去幫你處理的 那 所以那個Network 那個Scalable 是很大 都可以的 那當然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就是如果 那個Network 真的很大 很多部電腦 幫你手做事 那 最終 回來的結果 就很快 是不是 因為多了 多了電腦幫忙 幫你運算 你想要做的事 那 所以 就是 這個Network 其實可以 省了很多時間 而當多一點的電腦 去幫忙 的時候 這裡說 就是 Distributed Network 它的Over-Performance 有可能會減低 就是 當 Network traffic 太高的時候 就會減低了 那個 Performance 所以 在Distributed Network 裡面 的瓶頸位 反而是來自什麼呢 就是來自 Network的 這課 講到這裡就完了 希望我所說的 可以幫到大家 拜拜